颱风天期间 到底 勘灾政治学变成了 勘灾震怒学 背后的转折 到底是谁的罩子放得不够亮呢 颱风天来袭之前 赖总统来到了中央灾害应急中心 针对花莲县的全县撤离人数 六位县长徐真卫 为什么人数都不拢 搞得现场鸡飞狗跳 气氛好尴尬 我们就回头来看 环境部长挨骂 将官查续也被骂 连勘灾政治都变勘灾震怒 是谁让总统一天比一天火大呢 是总统整顿党内派系的一个讯号吗 到底谁该披风紧 好 郡大哥 报新闻的观众朋友 今天是台风天 台风天问题多 平安在家看 五期报新闻最好 不要出门 我看到高雄风雨真的很大 那台风政治学 台风所造成的影响 台风的勘灾如何 SOP 等一下告诉你 先跟大家讲 台风之外的政治小台风 政治热带性低气 民进党里面好像开始已经吹起来了 民进党现在目前只有一个派系 叫做赖系 陈一边说 赖总统我都是赖系 听你讲的 本来就很多 有政国会 有阴系 有新潮流 但现在呢 大家都定于一尊 就是赖清德 对 但表面上我们都说赖总统好 赖主席好 对 可是私底下呢 他脚会像黄 嘴巴做一套身体做一套 他这样洗来洗去 对不对 直接呢 政国会有很多人浪杠直接带到通告跑去音纪了 为什么 因为政国会 他的精神领袖是游锡昆 政国会他的使掌门人是林佳龙 但林佳龙现在是什么 外交部长 林佑昌现在是什么 他是这个民进党秘书长 所以林佳龙跟林佑昌已经 我们到新闻第一个跟大家讲了 早就实时结盟了 有没有 我早就跟你说了 林佳龙跟赖清德已经实时结盟 他甚至那时候去年告诉赖清德总统说 你没参与主席 我来算得好 所以当林佳龙跟林佑昌 现在政国会的两个火车头 都站在赖清德总统身边的时候 那如果政国会靠赖清德靠新潮流 那不想靠了怎么办 不想靠了就搜一下 我刚刚这样讲 他就搜到 搜到英系去了 是 民进党的中常会 虽然赖清能够选到超过一半 可是加上的指定的中常会 比如说陈其迈 他不是赖清德 英系 还有王世坚 坚哥 他也是英系 他以前是坚系 那现在变成英系 还有这个庄瑞熊 庄瑞熊现在已经不是中常委了 所以陈其迈 还有这个王世坚 那还有这个庄瑞熊 你就知道了 很多人他没有要靠向赖清德 为什么要当所谓的保皇派 我也可以当乌鸦 所以以王世坚为首的 他的胖胖知之解解 像台北市的市议员 林世忠 他跟王世坚 跑 然后还有这个陈怡君 他跟王世坚也很好 也跑 他们都是政国会 那他在这一次的选中常委的时候 他去选这个中平委 他是支持这个陈丁飞的 结果呢 直接开除 他们就已经不再是政国会了 好 那我就讲了 既然陈怡君说 我对你不是政国会啊 你就不要 那你管我去哪里靠行 我就去英系了 所以观众朋友 现在很简单 在这个民进党里面的赖清德 他是新潮流 可是其实也不算新潮流 就是赖清 总统党主席 他的这个主流派之外 还有非主流派 跑去英系靠行的 都是非主流派 陈其迈 他是英系的大将 王世坚是英系的大将 还有我刚讲的这些人 其实已经发生 很明显的位移 就是英系跟这个赖系 在民进党内分庭抗礼 好 维翰我就问你的 刚开场 帮大家很扩恢复记忆 都是这个礼拜之内的事 打电话 环境部长接到了电话 然后将官升接 一个茶序 欢欢欣欣 变成总统也生气 最后连到了中央灾害 应变中心去勘灾 都变成了勘灾 震怒 这所有的一切一切 总统越来越严肃的背后 难道是因为党内 在咖喱压风 已经刮成了政治小风暴了吗 我刚刚跟大家讲的 那是比较 手揉卡以为民进党里面的位移 但我可以跟大家讲 我认为赖清德总统 他根本没有在乎这个 现在我是总统 我又是党主席 你们怎么位移 都是听我指挥 但问题是 最近赖清德总统的人设 变成是什么 常常在生气 动不动就生气 所以是愤怒的阿德 以前我们还有个游戏 叫愤怒鸟 冲出去就要撞 看会变成这样 刚刚俊阳哥讲的 为什么打电话给部会首长 彭启明 你那个是探费怎么回事 在这下电话出力 怎么看起来就像苏贞昌 然后他又要去 总统到将官的查续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站起来 我是三军统帅 穿了好几个版本 怎么一天到晚再生气 打给部会首长生气 然后出席将官的 这个现场出现 我们没有听到 那个彭启明的电话 我们有看到将官站起来吗 都没有 但这两个场合 我们看不到听不到 俊阳哥 一直有消息传出来 有一个场合我们看得到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两天台风 不是防台指挥中心吗 我刚才说彭启明 电话你没听到吗 那你说那个 将官有没有站起来 也看不到嘛 后来我们看不到 我们先不要说 看不到给你看 在防台指挥中心 赖总统他当指挥官 视讯各地县市长 你的防灾状况的时候 跟花联系长徐真卫 当场干起来 六问徐真卫 我们来看这个画面 总共预计要撤离多少人 我们就是撤离三千多个 这是全部撤离的 对 已经撤离三千多个 但是花联县政府根据 依法要撤离的总人数 或总户数有多少 所以我们全部的保全户 一定是优先来撤离 一定是首重一定撤离的部分 但预计要撤离多少人 需期撤离在户籍内的 有五千八百八十四人 但是这是户籍人口 那有一些其实 他在在籍人不在 籍在人不在的部分 那我们也有请各乡镇公所的 村里林长去追踪 这一部分请徐县长 还有县府的团队 能够确实掌握 因为目前中央应变中心 所掌握的贵县 应该要优先撤离的人数 要到八千多位 八千两百五十九位 好 伟瀚 我们听到了总统的语气 其实你严格来讲 他们有很严厉 可是总统没有打算放过 你到底撤离几个人 你的数字都不拢啊 好 你在刚才阿弟跟你说话 我们看我们报新闻 就是这么负责 整段给你听 也没有什么标骂 所以那个口气很温柔 是 我这边看是八千 两百五十九 为什么你只撤离三千多 讲得很慢 眼神像刀 那观众朋友 因为这个事情后续 造成蓝绿声音又在互呛 这个国民党立委 跟这个民进党立委讲说 谁才在那边暴怒 谁在那边立威 没有这回事 观众朋友把那个当天 刚刚有没有大家看到 赖清德总统 不是在看一个资料吗 他们手上在看什么 对 他一边看 一边问徐正位 对不对 今天报新闻 把这个资料放给大家看 为什么 很简单 因为整个花莲县 从花莲市到其他的镇乡 有没有 所有都在这里 全部都在这里 然后他每一个地方的 保全户的人数 也就是遇到有风灾 有这个优先要撤离 你要撤离的人 你要注意他的状况的人 花莲市有二十个 因为必须是市区 没什么好处理的 弄底其枯 凤林镇有144 以此瑞特像 玉里新陈 这样整个加起来 来观众朋友 你看一下 总数字是多少 8259 所以当赖清德手上拿的资料 他看到8259的时候 然后许正位跟他讲 我们现在已经撤离3000个人 你还有5000个 所以他就要问他 今天阿德 所以你就知道 我相信讲大家都懂了 赖清德总统不是故意 跟许正位过不去 他手上看这个资料 那这个资料怎么来的 内政部乱报吗 内政部说没有 这个是花莲报给我们 报上来的 好那问题来了 那俊强哥 我今天就跟大家讲答案了 那为什么 这边写8259呢 因为8259 这些地方有这么多人 但很多人他在即 人不在啊 我的户籍在啊 我早就到台北去工作啦 所以我就没有危险的问题 地方里长知道 所以你今天报出来的数字 就应该是 这个叫人口调查数 调查表的保全户数 人数括号在即 后面再来一个 实际是3000 他就下一个 他就可以变瓜哥嘛 好下面一位 他就可以换下一个县市了 但因为他没有啊 所以赖清德才会一直卡住 在那边嘛 他会问他 观众朋友 我必须跟大家讲 如果刚刚那个数字 你看了 如果是你啦 我今天换的是韩国 或马云球也好 明明看到8000 对方说3000 好谢谢习县长 这位平安 我们换台东 正下来表示 但是他没你看 他可能你看手机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状况之下 这件事情 其实没有什么好特别去讲的 但是赖清德的个性就是这样 所以俊阳哥拉回来就懂了 看到数字不对 他就要讲 看到将军没站起来 他就是要讲 看到彭启明有什么 他就是要讲 阿德就是要讲 刚刚开讲的时候 伟汉先跟大家埋一个梗 他今天好好来告诉大家 勘灾政治学的美甲 美甲刚刚看完赖总统 我们完全明白了 再来看这个人 柯文哲 柯文哲留下什么没干 好那我跟他讲 不只柯文哲 一大堆的县市所长 我知道现在大家在讨论 南台湾高雄今天风雨大 对不对 对 可是我们就事论是 北湾风雨有没有很大 越来越大 但是前两天 至少昨天没有 对 那为什么放假 大家常会讲对不对 好那就进到这个 所谓台风政治学的 2022年的时候 泥沙台风 这没有多远啊 他的水门因为必须关了 不关的话 更多人被淹 但是呢 没有跑出来的车就淹水了 那车主不爽 回头再问 等一下 市长你来到台中啊 你跑去台中你敢什么 所以他们就会生气 所以呢 县市长不在台风来的时候 你没有你过去会被骂 然后呢 你过去 还在家 在家里吃冰箱的菜 也要被骂 那个时候陈平起不是写了一篇吗 说我老公都在家里 因为就有人骂嘛 他讲说我们都在家里什么 所以台风政策真的很困难 不管你怎么做都会有人骂 这是我们的台风政治学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来了 谢谢大家 是你们的订阅数 加持了我们 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 破百万了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 9点到11点 他在播的时候 我要盯着直播人数 升还是跌 一觉醒来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来点阅 一段时间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最后我要跟大家 登天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君相还有优秀的 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 每一天 挖真相 咱们咱们咱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